马依丽被曝光恋情了 据港媒报料 马依丽最近和一位比自己小17岁的鲜肉走在了一起 港媒还特意的用了母子恋来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 港媒在证文里边提到了小鲜肉的名字 叫做吴浩晨 说两人曾经主演过欢乐颂 吴浩晨确实是曾经出演过欢乐颂 但是和他搭戏的是杨子不是马依丽 港媒要说的应该是18年两人合作的电影 找到你吧 港媒的这个爆料不仅是两人出演过的作品都搞错了 就连个视频也是模模糊糊的 视频里边马依丽好似在看着对面的一个人 那个人还伸出了手抚摸马依丽 单从视频上来看 两人的关系确实是挺亲密的 但光从这个视频吧 真的看不出马依丽对面的人到底是谁 而且根据时间的排查 早在港媒发新闻之前 内宇就发过了马依丽和吴浩晨在一起的周边新闻了 港媒的这个消息来源呢 很有可能就是copy了内宇的新闻 但之前呢 毕竟是一些小道消息 没有大肆的报道 这次呢 港媒专门给了板块跟进 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立刻引起了吃瓜网友的讨论 大家对于这俩人到底办不办配正激烈的争吵时候 吴浩晨这一方呢 却给了消息啊 吴浩晨跟司令也就马依丽都已经三个月没见了 开什么玩笑呀 好吧 又是一个乌龙瓜 瓜呢 虽然是假的 但是马依丽最近一段时间桃花瓜 确实不要太多哟 前段时间呢 他还因为和在不安的世界安静的活的演员 刘天佐亲密合照 引起了争议 照片里呢 刘天佐亲了马依丽的脸颊 两人看起来呢 很开心 就这么一张照片 也让大家以为两人之间有了什么情况呢 而这一次同样的是男方过来回应啊 说这是电视剧安静的杀青现场 所谓的另一女星是我们的导演薛小璐 去年马依丽也因为和剧组的男演员走得太近 闹出过绯闻 当时啊 马依丽正在和高伟光合拍 合作电视剧爱斯小姐探案记 在拍摄期间呢 高伟光的微博里面就总发着带马依丽合影的照片 私下的聚餐合影 两人呢 也是很亲近的 就是因为太熟络了 媒体呢 又开始怀疑马依丽和高伟光产生了恋情 那个时候呢 马依丽也出来否认了 说网上曝光的高伟光是假的 纯假 假的夸张 连接这几次啊 都是因为和同剧组的男演员走得近 惹了误会 但是呢 马依丽并没有学着避嫌哦 前几天 她的另外一个新剧的演员 王大璐过生日 同样的 她是左摸右抱 放眼娱乐圈吧 能够和每一部男演员走得如此之近 却又不在意外界眼光的 除了马依丽也没有别人了吧 不得不承认呢 离婚之后的马依丽生活过得还真的有些潇洒啊 不仅身材颜值保持的不错 就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荣光焕发的 试问谁不想要和马依丽一样 肆意潇洒的生活呢 二十岁的马依丽也不是瞬间看开 变成活出自己的女性的 早在初期啊 马依丽和许多的女生一样 都是以男人为主展开生活 同样的也被男人拽进过非议 还曾经被骗过 早在和文章之前呢 马依丽曾经和管虎谈过多年的恋爱 双方合作的第一部作品呢 是由管虎指导的电影黑洞 马依丽在里边饰演的戏份呢 不是很多的三陪女 01年马依丽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 02年她就再一次和管虎合作 出演电影西施眼 这次她不再是小透明了 成为了妥妥的女一号 有了男友的帮着呢 马依丽演一只路走得着实不错 之后还接演了还珠三 这部剧呢 虽然贬包不一 但是呢 你不能否认啊 确实为马依丽打开了真名度的 还珠三是马依丽事业的转折点 同时啊 也是她恋情反转坎坷的时间点 在拍摄时期啊 马依丽就被传出了和管虎分手的消息 当时对于分手的传闻呢 马依丽是没有正面回应的 到了第二年 马依丽就公开承认了和管虎分手了 从采访和状态来看啊 那段时间马依丽就还挺受伤的 男人正式分手了 有关于他们分手的内幕呢 也成为了媒体和网友关注的重点 当时很长的一段时间呢 都在传 梁静是两人之间的介入者 对于这种消息啊 马依丽就是黑脸 不多做回忆答的啊 而梁静对于和马依丽之间的纠葛 回答的呢 也是相当之含糊 直到后期被人追问到 梁静到底是不是两人之间里的第三者 马依丽才回答说 分手不是因为他 否认了传闻 这件事情啊 才过去了 虽然看来是两个人之间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纠纷 但是自此之后啊 梁静和马依丽就开始长达多年的避嫌之路 去年的first电影节上面啊 海青在台上求马依丽 而在台上面的梁静呢 表情就有一些奇怪了 而且当时晚上聚会 也是由马依丽没有梁静的 要是说当年真没有冲突的话 俩人应该也不至于时隔多年 还如此的生疏吧 和管虎的感情没有结果 和文章的婚姻生活 也是鸡飞狗跳的 周恩一剑真的就是把文章 突入到了谷底 同样的也让马依丽陷入到了非议 当年他选择原谅老公 并且支持他的做法 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和唏嘘 其实啊 许多明星在被爆感情 生病之后呢 没有选择分手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啊 就是夫妻二人之间的一些资产问题 而且早在周一剑之前呢 马依丽就逐渐的转向了幕后 服侍老公了 然而之间的纠葛 绝对不是说发现一方出轨 立即离婚 那么简单的 表面上看呢 马依丽确实原谅了文章 但是从他的事业录来看呢 这几年 马依丽更像是在为自己铺路 在周一剑之后的第二年 马依丽就开始把自己的事业中心 又转向了目前 15年重回影视剧和朱雅文主演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这部剧是马依丽自家公司的 数局投资的啊 之后马依丽呢 就开始了大女主之路 几乎啊 每一年都会产生一部电视剧 我的前半生 更是成为了当年的爆款剧 凭借此剧啊 马依丽还获得了 白玉兰最佳女主角奖 同时啊 就连她的电影资源都开始多了起来 合作的都是实力派演员 事业上逐渐起飞 甚至超过了自己的老公 生活里啊 马依丽也没有像从前一样 以孩子为中心而活了 翻看之前马依丽的微博 她的生活几乎都是围着女儿转 每天都是爱哪长爱哪短的 自从再次回到工作当中来啊 马依丽就学会了放手 看新闻也能够看到 文章带孩子的一些照片比较多 就连两人对外宣布离婚的前一天 都是文章带着孩子参加比赛的 双方啊 都没有因为离婚 而失职于家长的职位 不管当时周一见闹得有多么的僵 马依丽和文章离婚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体面的 而且他们俩人也是在姚迪离婚之后离婚的 离婚之后啊 马依丽的事业走得也是越来越好 在所谓的影视寒冬 她借的资源呢 是只多不少 现在拍过的微博的剧啊 都至少有三部了 马依丽本人呢 离婚之后更是随心所欲 没有被太多的世俗枷锁给固定住 不管这些所谓的恋情真真假假 马依丽的潇洒自由都是真的 在大多数的人印象里面 离婚后的女人啊 都是枯萎的 没有精神 甚至是不配重新开始生活的 但是马依丽的存在呢 也正是世俗社会当中离婚女生的反例 学会生活重新开始 有了自己的事业 好似啊 是拿了运火重生的大女主剧本 离婚之后呢 马依丽反而是更加的荣光焕发了 单身富婆事业有成 日子反而更加快活了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